同学们,你们好 今天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如何保护大自然 谁知道我们身边有哪些环境问题呢 我知道 有空气污染问题 还有水污染 生活垃圾污染等问题 这些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其实这些污染都是我们人类自己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造成的 是啊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舒适 工作和学习变得越来越方便 一方面 我们在享受生活 可是另一方面 我们又在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 就拿我来说 我住在市中心 从早到晚车辆来来往往 汽车尾气真让我受不了 就像下雾一样 遮挡人的视线 那我们好好想想 应该如何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呢 大家应该少开车 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天气好的时候 可以选择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既环保又锻炼身体 要分类处理 要分类处理垃圾 像香蕉皮 剩菜剩饭 都属于湿垃圾 可乐罐 塑料制品 纸制品 我都会扔到可回收垃圾里 平时我们去超市购物时 多使用布袋 或者纸袋 尽量不用一次性塑料袋 再比如 离开房间时 随手关灯 这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也能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 看来大家都有环保意识 为了我们自己 为了我们的未来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保护好我们的环境 保护好我们的地球 保护环境 从我做起 记住生词 запомните новые слова 生产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排放 сливать отбросы выхлопные газы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взгляд внимание остатки еды 宿料 пластик 节约资源 ресурсосбережения 请不吝点资源